你是说他们是在麻痹我们 他们假装制焚 其实只是继续潜伏 还能给我们的部队 造成最后的损失 难道就是为了 多杀我们几个人 从战略上看 确实毫无意义 但是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所谓武功队就是这样 在任何的细节 都会想风设法 给我们造成损失 就像蚂蚁咬大象一样 大象看起来不疼不痒 但是时间长了 终究有一天 会咬出大麻烦的 少佐 难怪你身为 悸动的治安长官 却将小小的武功队 视为头号搭坏 可惜啊 上面知道这一点的人 太少了 那我们还开炮吗 不用了 这么大的风 村庄很快就烧光了 比我们炮风还快 失去了所有的屏障 我们抓他们就更容易了 王亮 这就叫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为他遇上了一个 太了解他的对手 家腾 火烧差不多了 就杀进去 我要把他们的尸体 都带回去 挂在晋东的城墙上 我说警察 实际上 我们的太多 你听到了吗 资险 黎晋聪 紫聪线 杀聪线 到眼前排 一告警惕 三次准备战斗 马上 两次第二次 反够了 不要冲得太高潜 不要冲得太高潜 没事 邵总 王亮可能还有一个想法 可是瞬我们不背 抓住你甚至是我 彼此来作为筹码投名 不会吧 邵总 他们已经到了 这种绝望的地步了 还会有什么非分之想 绝望 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王亮和我一样 永远都不知道 什么叫绝望 走 操作 确实没有发现武功队 我们确实没有遭到 任何的估计 尸兵在搜索中发现了这些 和几具烧焦的尸体 你看 这应该就是 十八虎和长猛的常用武器 其他的 我们还得继续搜索 我想 他们是因为绝望而自焚的 王亮这种人会自焚 这种栓宇兵的尸体 华尔 请尸兵 去查验所有尸体 包括我们阵帽士兵的在内 数一数总的数量 是 双队 我已经查过了 我军士兵的尸体 少了六具 你怎么看 那几具烧焦的尸体 我也仔细查验了 我敢肯定 是我军士兵的尸体 我把他们 先送回去安顿 这里地形复杂 千万小心 好 你去吧 少佐毁村了 看来一切都结束了 那能不能解除战位状态 士兵们埋伏了这么久 让他们放松一下 可以 休息 是 全体解除戒备 放松一下 加藤 你还认为 他们自焚了吗 少佐英明 那武功队去哪儿了 也许 这村子里有地道 滑北平原的地道 是在我们来了之后 他们才逐渐摸索出来的 而这个村子 已经废弃十多年了 怎么可能有地道呢 王亮 是临时被我调到这里来的 他不可能有时间挖地道 要尊重常识 给我搜 他们一定就藏在这里 绝地三尺 也要把他们给我找出来 是 少佐 我认为王亮既然选择 逃到这个村子里 说不定这个村子 还会有别的机关 这个村子地形那么复杂 和一般的村落不一样 我觉得你应该 考虑到这个可能 继续说 我尊重常识 我也尊重你的判断 但是我觉得蹊跷之时 就要突破尝试 贾和子 这就是我最欣赏你的地方 你说得对 我们是要防备 他们通过特别的方式 离开这个村子 但是 即使他们逃离了 他们也逃不出 我安排的三支骑兵 看来你没有把那三支骑兵 安排过来 的确是正确的 我的直觉告诉我 他们就在附近 在附近 你不得了 不得了 我对 我怎么是 干嘛 忍住 一定要忍住 都会 lowers 什么 以前的这种 点声 的车找一个 主角力 加强警惕 小心武功队逃脱 逃脱 疼 难道 武功队又逃出来了 没有 他们还在搜查 但是 要一方万一 怎么可能 武功队又无视神仙 专手命令 全体战备 是 武功队 抓住他们 快躺好 你好 可以啊 我蒙了 好 继续蒙 别这样 用狐狸 鬼子三个队伍 就这是最多 你不想选他呀 就这个江湖中卫 跟我熟 回来 回来 你们的 你会上 你会上 我 要 继续蒙 我 是 郭门 你 你干啥 我这是拿生命的尿下 你懂吗 你两个毛我亮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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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拿个炸药包 把它给我炸开 是 少佐 你也太谨慎了 你看这石头上的青苔 我估计 有十多年没人来过了 所谓绝地三尺 就是这个意思 一会儿 一旦要爆炸了 所有人先保护整理 我在这上面 不行 执行命令的 少佐 少佐 你皇上前面 江湖报告 他已经拦截大武工队 正在交差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江湖说 一共六个人 五男一女 其他的人 没有看清 只看清楚了 有猪双才 难道他们真的是通过地道逃跑呢 少佐 事实摆在远前 赶紧决断吧 立体中央江湖 围检武工队 是 大佐 赵家奔来了 赵 要呃 到小心点 你躲一眼去了 要不你就痛快点 这个这 special的快逅 他 owe 差一点 你这胳膊太粗了 来 我干嘛 你啥呀 把他拔了不就完了吗 用他们一会儿啊 怎么样 我们用手 给你们哪儿强了 你这个大姑娘去 这手将来有个疤 怎么弄啊 算了 给他打开轻一点 干啥呀 不是政委受伤了 你们就在这儿看着 队长 我们倒是也想吹 不能抢你的活儿啊 就你话头 你刚才咳嗽 差点暴露目标 罚你 罚你 罚你扫音乐地 行 行 行行行 俺怎么给他垒上呢 再怎么给他弄开 你慢着 来 滚 一 二 七 快 bo 好了 是啊 小伙伤 快 労子 有什么事 啊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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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兰过来的意思 就是她的救援她的命 人家是老百姓 是承拨我们姑妹的媳妇 这个你放心 虽然我们二维有一个人在 绝对会保障你和梅兰拿去 你 走走走走走快 等等 怎么了 少佐 加油包为什么还没有炸 会不会压火了 我会这么巧 陪人去看看 嗨 是加油包 嗯 走吧 谁去 队长 你说 咱一会儿悄悄地跟在版本后边 他是不是不能发现咱们 你这脑子是聪明 谈不上聪明 就是心眼活泛点 这就叫灯下黑 版本肯定认为 吕队长那边是咱 所以呢 咱跟在他后边 他不会注意的 现在你知道老吕那边多危险了吧 少佐 他们跑了 江湖呢 已经去国了 这么说 特长 添伤 绝密江湖的 不是王亮 这边 这边冒充王亮的武弓队 那边真正的王亮趁机逃脱 好一个叙叙事实实的联欢局 我的判断没错 那个村子根本没有地道 当时王亮就藏在那个村子里 回村子 鬼子不追了 我给你休 给你休息 这一回你们得好好谢谢我们 行 我说你那刀呢 刀扔了 扔了 你听他说的 他那刀还有老程那斧子 都留村子里了 你忘了是干啥的了 都打一把不完了吗 是吧 知道您是铁匠啊 虎哥 你上次答应我那把刺刀 这多长时间了 我这每天杀鬼子都杀不及 还哪有功夫给你打刺刀 行 念在这回你们把俺们给救了 回头就给你打一把 行喽 一个星期 哎呀 今天晚上就给你打 行虎哥 太够意思了 哎 这承蒙大哥呢 不要我们这帮兄弟了 啊 哈哈 行 人家 现在哪有功夫搭理咱们呢 是不是 嘿嘿嘿 哎 狐狸 狐狸 啊 嘿嘿 我想起了 延迟爆炸的炸药包了 可能当时武功队 就坐在下面 少佐 炸药包是在井底爆炸的 你看 这石头都已经炸得粉碎了 说明武功队 不可能在下面 为什么不暂时 少佐 一切都还没有定论呢 定论就在眼前 井底有一半高的石头 一定会炸出不少碎片 可现在 井边一块碎片都没有 这说明什么 站住 回答我 这是因为 因为 因为 因为井底的人上来了 然后再扔得炸药包 少佐 看来他们确实躲在井底 有一次 有一次 有一次王亮就在我的面前 我却让他跑了 就差一分钟 我只要坚持一分钟 少佐 你不要太自责了 王亮虽然逃走了 但是我们抢到了古话 真正的失败者 是他们 贾盒子 我在乎的不是一次交手的胜败 而是我内心的摇摆 不应该是这样的 少佐 就用这把刀 不 我要带着这半把刀 时刻提醒我自己 不被假象迷惑 少佐 我们回去吧 真正的任务 才刚刚开始 教堂 回去以后 马上去趟吴家 对 抓住那个老管家 才能让吴神仙开口 傻乐傻 你知道我哭过多少次吗 知道 你见不着我就会哭 以后你再听我 再听我 再听我 咱俩干啥呀 满口 正是关键时候 咳嗽什么呀 就是啊 上回在那个 那个那个 井口里边咳嗽 我都没说你 你咳嗽啥玩意 你咳嗽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最近一激动就咳嗽 一激动就咳嗽 人家两口在这 你瞎激动啥 就是啊 双才哥 你说话不算话 啥事 你说了 等我们逃出来 你就告诉我 汪队长最后说我啥了 美兰 我们队长为什么说你 你出啥事了 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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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美兰挺好的 她没事 没事队长为啥说她 队长说 今天有可能逃不出三户啊 万一大家都那个 然后把美兰 一定带到她爹身边 吩咐游击队 照顾好她父亲的 队长还说 算了 别说了 干吗图图图 我说 你说呀 队长说 万一你要牺牲了 你让我照顾美兰一辈子呢 队长这么说的 那我得找队长去 你 你不用找了 你 你问他俩 队长是不是这么说的 对吧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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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程 当时是这么个情况 你想啊 当时 要是咱们都没了 是不是就剩这一个兄弟了 也只有她 能照顾好美兰 那个 什么 以后啊 遇事 你别这么冲动了 万一哪天你真牺牲了 你说 那我还不得 真照顾美兰一辈子 是不是 你以后再不听话 我就真答应了 这啥事这是 大虎 队长真这么说的 啊 队长就是这么说的 哎 王亮 我请你个事呗 你说 这次救国宝呢 把我们二队也给带上 我不是为了真功 只是想干个大事 让领导们给瞅瞅 你想想那姓吴的最后一句话 说的是什么 王队长 话已经没了 你们再不走就更没机会了 我们爷俩就指望你了 你琢磨琢磨这话通吗 嗯 这话里有话 还真是 你俩说啥想弥的 她说这话没了 好 那这话要没了 这日务是不是就结束了 嗯 她又说了一句 你们再不走就没机会了 嗯 那也就是说你们走了还有机会 第二句 她说他们爷俩 也就是说除了她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我明白了 她是在指引我们 哎 不是王队 你现在 她怎么着把我爷俩先救她再说吧 你放心 你回去踏踏实实地养你的伤 有了信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拉不下你 兄弟们 走了 司令官阁下 好人呢 对吴慎贤扔到河里了 正在组队力量全力寻查 这 找到也没有用 司令官阁下 吴慎贤还在我们手中 我怀疑他扔到河里的那幅画 只是赝品 而之前我们拿到的那幅 才是真的 那你 拿什么证明呢 还有些困难 请再给我两天时间 会让吴慎贤证明的 不用了 刚刚得到命令 大本营派来接营的部队 已经到了天津 我们的任务是 明天 吴慎贤和那幅画 教导他们手上 让他们去处理吧 是 如果有必要 我今天那夜就可以送出去 不 夜里 是八路军游击队的天下 不要冒险 你好好计划一下 明天行动 是 半本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明白 教头 你可以出发了 是 我现在就去吴先生家 你说 这吴先生指的爷俩会是谁啊 反正不是我 又来了 又跟我藏着掖掌 那他家还能有谁啊 松管家 你们就是说破了天 我也不会走的 老爷子 您听我说 吴老先生 现在就在我们武功队呢 是我们队长 怕您出危险 然后派我们俩来接您的 我是不会走的 我给这吴家 看了这一辈子家了 除非少爷他让我走 我才能走 老人家 就是他让我们来接您的 是 他怕您出危险 让我们俩来接您的 他咋说的 他说啊 怕鬼子来报复您 让我们俩赶紧把您接过去 就这些啊 不 还说了 让您暂时避一避 然后还回来 干什么呢 还磨叽什么呢 还不走 鬼子来了 老人家 这是我们队长 队长 这是苏管家他不走啊 你劝劝 我家少爷他到底怎么了 你是队长 你要说实话呀 好 我跟你说实话 这吴先生 我们没救出来 现在这话 也能没有了 他让我赶紧把你弄走 走吧 老爷子 再不走来不及了 我早就知道 这幅画呀 他早晚要做事啊 他走吧 来不及了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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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走不了了 把门踹开 完了 走不了了 把门踹开 快走 再把他放下了 少数要活的 不 还活着 应该是活过去了 有谁 你心亏来的记事 带走 走 不要走 我看好他 我追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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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给我追 伯烈伯烈 你慢点 慢点啊 队长 幸亏这些行后 上次放在吴先生家 要不什么都来不及了 没错 要不我说我配合你呢 刚才啊 我还真怕那小伙子来晚了 你带你自己吊死我 他多奸哪 他记得肯定是活客 多亏我记得是活客 我要是指望他的话 我早吊死了 你干啥去 不说你来救我吗 你听我解释 我这不是这照顾 这苏万家的吗 你还到这会儿还晕着呢 我一直陪着他呀 可惜了 这幅可以乱真的假话 这道伤疤真是刺眼 反正有无剩险赛 再说那幅真画 也可能完好如初 好 怎么样了 士兵找到了这个 原封不动地拿过来了 看看能不能修复 都已经泡成这样了 神仙也没办法修复 还好我们还有赢品和吴神仙 将军为了一幅画大等地开 似乎有些得不偿失吧 这幅古画固然珍贵 但是将军执着地寻找了三十多年 是有原因的 那到底是什么呢 普天之下 千张纸的记忆 那只有我们吴家能掌握 也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目前这种记忆 近身他一人掌握了 画儿虽然没了 但千张纸的制作工艺 对于大日本来说 还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我们调查 他们家有一本祖传 制作千张纸的秘籍 吴家还有千张纸的秘籍 他们世世代代都保守着这个秘密 难道 你们要一直藏下去吗 我家少爷 本来想把这秘籍 一世世代代传下去 可是没想到这小鬼子 他来得这么快 您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的把吴先生给救回 王队长 那老许不就拜托您了 我们王队长从来是说话算话的 过来 请把苏先生送回组 先生 这边走 那好 吴队长 那我先告诉他 放心 走 进来 来得正好 苏管家呢 没有抓到 为什么 小总 我被骗了 抓到了一个假的 后来他们一起跑了 你再说得清楚点 不用说了 肯定是王阳他们又陷了一步 叫唐 这个不怪你 是我没有事先提醒你 对不起 是我大意了 又犯了一步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 把吴圣贤和那幅画送走 我们一定会有办法 让他交代出制作工艺 陆上 王阳一定会来救吴圣贤 所以明天 才是我们决战时刻 你先上级汇报了 嗯 汇报了 白批了 没事 也不是很厉害啊 但上级要求我们 务必把花和吴先生救出来 南本少佐 不用想得那么麻烦了 明天你把我护送到天津交界 那边的通本少佐 会来接引我 到时候 你就完成任务了 仅仅我完成任务 是不够的 为什么 在我的辖区 我一定能保护你 但天津那边 我不放心 难道王亮还会追过去不成 他可没有下去这一说 这是他的任务 他不会放弃的 没关系 我让天津那边 多派一些兵力就可以了 我说过 明昌一队案件南方 何况他们还有一个可怕的狙击手 通本少佐和其他军官 一样轻视不如对 不会理解我的提醒 美军内线放出消息 班本明天 会带着吴胜贤和那幅画去天津 你说他会怎么送你 我如果是班本 一定会让特战队清朝出动 把吴先生的画送出房去 但是这样我们在路上 就够难了 路上下手是很难 但要真这样的话 咱还是有别的机会的 什么意思 你想啊 这版本 无时无刻的都想灭掉咱们 所以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个机会 他不会放过 你的意思是 他故意走了方圣 肯定的 百分之一百 他知道了 我们肯定要巧话 又要救人 所以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敢来今天晚上啊 得好好琢磨一下 谁都别想睡觉了 咱们和你一步的 还跟你们说一舊 你再把它 thang 你看我可以认识到这个机会儿去 我们要偷啊 有机会儿去 开宝贝 你玩的 你来自舍的 开宝贝 开宝贝 我这馋的直流口水 就你馋 俗话说得好 狗急吃不了热豆腐 不是 你 娘呢 我总比她过得美吧 为 为什么呀 你不知道啊 美兰 给咱做山鸡汤呢 就因为这个呀 你赶紧给我坐这儿 不许喝汤 下班吧 老张 来 试试 二狗 这是虎爷的看家本事 威震江湖 一般的铁匠 哪是抵不了 是不是 是 三爷 也不能那么说 俺呀 就是比一般人力气大点 那哪是大一点啊 大伙 这把斧头的重量特别合 水你咋弄的 我跟你说啊 俺在这个斧头里边 多加了点铁 你看你看你看 就是因为多加这点铁 他就合手了 合手了 下回啊 你给我坐这么大个斧头 这么大斧头 老张 说你胖你就喘是不是 下回给你加十斤 看你还能够这 你们耍了耍洞吗 时间不早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再见 今天晚上我相留下了 不用了 今天晚上我相留下了 我得静一静 再重新梳理一下计划 你撒谎 你是在害怕 我有什么可怕的